你在学习或你在创作的历程 你从来都不是你自己挂在一起 你是学习很多不同的Style suppose 现在机器也只是在做这件事情 它是在学很多不同的Style 然后生成一个性 所以这两件事情很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 我不是说应该是这样 或者说这是一个现在有的讨论 那一样就算你没有 就违反这些权利 你还有其他权利要 要顾 就是比如说 著作权啊 上班权啊 下向权 就是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 那所以庞顾宁的一个现在在美国 最高法院在争辩的案例啊 是安利沃夫的一幅画 就是右边是一个王子的照片 然后安利沃夫的话啊 就是把他的照片涂橘色 然后这就是他的作品 这跟那个AI生成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是可能上个世纪嘛 上个世纪发生的世纪 然后所以现在两边的基金会 都互相告来告去说 这个他就是当然 王子的基金会觉得 这个他们是在抄袭他的照片 可是安利沃夫说 这个是一个转换的利用 就是他有一个新的价值 在那边 那到底就是结论是怎么样 实际上还在 就是整理这个东西 另外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很很可怕 就是直接用其他人style的地方 是说 有一个韩国做交召的金正吉 然后他签字过时的时候 就有人把他说的工作 他一过时完 可能不到一个礼拜 就有人把所有的作品 全部都丢到一个模型里面 然后说 然后金正吉的style 现在他过时了 可是我们可以继续用他的style 所以可能他原本是好异 可是大家都气疯 你就觉得说 这超级不尊重 这个刚用趋势的人 所以这件事是OK的吗 以及就是那个界线的怎么换 最后一个跟这个东西的讨论 是说 其实你别除掉 就是我可以直接用一个人的style之外 还有一种东西 是在这个技术上很powerful的 叫做你可以mix两种style 就是你可以mix一个东西 跟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创造新的style 是从未出现过的 supposing你创造的那个 它会是很独特的feeling 可是它不会 你看不出来它是从任何人来的 我可能等一下再秀 看你给你们看 就是你可以比如说 三个摄影师混出来 所以我要这个东西的比例多一点 它就会是一个 第四个从未借过的style 然后它会是非常有它的特色 可是它不会 就是你没办法trace到底是谁 OK 所以等一下你姐会跟详细的介绍 就比如我们时间怎么样 我是不是已经run out 我run out了 我大概就花大概十 我大概多花五到十分钟 就是简单 就是提一下 就是 以前等一下会教大家手把手的操作 然后我这边再花五到十分钟 给大家讲一下 说教你们想要学习的话 high label 大概会有什么东西 会很重要 所以 现在有几种不同服务 一种叫打力 然后这个是最容易上手的 所以教你今天要入门的话 会最推荐这个 就是它是最完整的服务之二 然后它也是最有道德感的服务 它是OpenAI推出的 最有道德感是说它管超多的 就是你不能用人民啊 你不能用别人的style 然后它可以呼叫场景 另外一个是Stable Diffusion 是今天他学习会介绍的 会是说它是最有繁荣的服务之二之一 就是刚刚那个是之一 这个是之二 叫Stable Diffusion 然后你马上上用的话 就会用Stream Studio 它是成长最快的服务 所以假如 然后它的架构是用开源的方式释出 所以大家都拿它做很crazy的东西 比方说 就在前几天而已 就有人把这个生土的技术啊 拿来生音乐 为什么 因为就是音乐有一种东西叫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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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 深谷图吗 等一下 等他保证一下 就是因为有种东西叫做 我不知道叫做什么 深谷图吗 然后就是像是这样的图 然后这种东西就是一张图 对不对 所以有人就有很crazy idea 说Stable Diffusion可以拿来深图 那我们就拿来深这种图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Stable Diffusion 是一个文字深层影像的技术 它突然也变成一个文字深层音乐的艺术 你现在也可以create完全没有听过的音乐 然后它长得像这样子 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深层的音乐 然后你现在可以像刚刚Stable Diffusion的组合 你可以组合任意的字 它就可以就是用那个字去生成就是它的音乐 会是这样的 这个是没有出现过的 我觉得大家可能有点难想象 就是这次是一个音乐的片段 我拿来费 不是 这个全部都是合成的 然后意思是说 你可以把两三段一起合成在一起 我猜我想要说的东西啊 是说就是当东西是open source的时候 就是别人会来这个东西来乱稿的时候 就是包含做就是可能 就是我必须要坦承就是大家通常来乱稿 都是来深层一些就是成的内容 可是就是有另外一层面的乱稿是 就是大家会把它拿来做一些 创作者没有想过的创意 然后这件事情 是Stable Diffusion带起来 然后我觉得真的会很crazy 就是原本做这个的人 他一定不会想过他可以做音乐 然后可是因为它的source釋放出来 所以就很多东西就变可能了 然后因为是source釋放出来 所以最近三个月才会有这么crazy的成长 好所以我现在介绍说还有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另外一个很服务叫做mechunet 然后mechunet是一个很最漂亮的服务 然后可是我觉得它超满 然后可是我觉得它很上 就是强力不建议大家开始用 因为你就会花很多时间跟很多钱在上面 然后它的操作不太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是novoAI novoAI就是一个里面 我觉得相对真意性最高的东西 它就直接拿就是别人有版权的东西 然后拿来训练 所以刚刚其他几个啊 就是你要生成脸的话 其实都没有生成那么好 然后我原来生成的脸超好的 就是它全部都是很perfect的脸 然后它很便宜 然后它是最没有道德感的 比起刚刚那么几个的话 然后它没有所谓的色情阻挡 就是你要生成什么样的图都可以 然后对所以就是这个 那另外也有就是based on stable diffusion 可是刚刚那个stable diffusion 是一个线上的服务 所以基本上你是在用它的一个云端服务 你也是把量进飞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成一个离线版的 自己的主机上跑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去改它的source code 然后所以你可以做真的 因为你可以改它的source code 所以你就可以做真的 蛮可怕跟自由的事情 然后可是要setup这个蛮困难的 所以假如你们要入门的话 我不太建议大家从这个东西进入 对 然后会有些比较说到底怎么样比较好 这个就大家知道 然后我没有setup一个那个网站 因为就是我觉得 入门蛮困难的 所以我最后NiN在这边 我没有setup一个网站 叫做黑暗Blind A 然后所以那个就是 就是在这网站里面 你可以找到说 假如你要学习的话 你要从什么样东西来 然后你要看什么样东西 所以我最后最后 待会一分钟就讲一下 这个学习的困难好了 就是你要成为学习 所以prompt最快的最快的地方 是在最困难的地方是在这件事情 大家知道这叫做什么吗 苹果 苹果 OK 可是就是prompt困难的地方 是在于 你知道这个叫做什么吗 对 大家互动互动互动厂 大碎店 我其实听不到你说的是什么 低面素白色底的是什么 黑面素白色底的是什么 低面素白色底的是什么 纏 ultra联%. 什么是低面素 就是叫做low poly 就是这种歌叫做低面素 可是你怎么知道这叫做低面素 你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回到我們剛剛的蘋果問題 剛剛蘋果問題是說 你知道這是蘋果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用 可是假如當你不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的時候 你要卻裡面有個文就去學用它 然後你就叫不出來 所以這叫做咒語詩的原因 因為咒語詩他 somehow 可以 figure out 說什麼東西就是這個 stub 就是這個 所以 Labeling 是說 就是你們今天回去一定可以做到 Labeling 就是你就 Login 然後你就生成任何一張圖 然後你說這就是我想要的圖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那是不是你想要圖 就是就是說 就是 這個是真的只有你知道的 然後任何東西你就說 我已經會生成 然後你真的會 可是那個是 Level 0 Level 10 是你要做出任何東西 可是它是要好看的 就是這個有點難度 Level 100 是你心目中有一個畫面 然後你可以完美的把它畫出來 就是這是非常非常非常難的事情 然後所以 我知道我已經弄得很好 可是我最後再就是再講一個點就好了 好 所以就是用其他技術 我們可以 Restore 一些照片 所以像是這件是一個狗狗的照片 所以它照片回船 可是你可以 它有一個外擴的技術 讓你可以把狗狗畫回去 所以有點像無數 可是我想要講的 就是一個開來是說 OK 是這樣 就是通常叫做過程啊 它是一個演化過程 所以一開始你會畫一些東西 像我心目中有一個特定畫面 可是是某個硬化樹 可是就是它經過後去過 就是這樣的過程 我在找說 怎麼樣才會是我心目中的硬化樹 這邊我先用某種發貝的東西 然後可是後來我想要加一些就是信仰 所以再加進去 然後後來再加就是我覺得材質一直搞不定 所以我後來改成用抽象畫的材質 我覺得比較像是我標的 接下來我想要有一個人在裡面 所以就是一樣 就是我再試著把人生進去 然後最後才是一張目標 所以你會說 你會阿比說這一張照片 跟前面的幾張照片 都沒有什麼差的 就視覺上看起來是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對創作者來講 就是它有一個心目中的畫面 然後這一張是對它有意義的 就大家有看到前面 就是我可以很容易生成這些漂亮的圖 然後可能對各位來講 這個還是比較漂亮 可是對我來講就是比較沒有意義 因為就是它很漂亮 可是它對我來講是沒有價值的 所以這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on go in 就是最後作為結尾的話 我的結尾會是說 就這個技術它有很多潛力 好的潛力、壞的潛力 可是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是 它有一種表達的潛力 然後我知道這樣講太濫情了 可是它有一種愛的潛力 就是你可以透過它去傳達一個訊息 然後這種傳達的訊息是前衛所用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個技術 我覺得最有趣的東西 不是只是在做漂亮的東西 還是做就是非常有愛的東西 所以謝謝大家 接下來也會講解怎麼樣讓大家帶手做 然後我自己會在這個會場大概多留一兩個小時 所以如果需要跟我聊天的話可以再跟我聊 最後件事情 很快很快趁一結尾到 就是 我 我們下禮拜四會有一個活動 然後就是是關於 就是不是只是生徒 而是生徒我們找國內很厲害的人 然後我們還有做GPT賽的 所以我等會公布一個邀請 然後就是我們就現場現場先贏 就是 那個年會的票大概現在一張16002000塊 所以我們等會公布一組 如果講義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註冊 就可以了